位于民间乡坎角村1391县的纽泽西护栏 经过年久风雨冲刷 护栏已发生裂开等现象相当危险 近当地民众陈勤后 为了保障民众行车安全 县议员由宏达也立即邀请相关单位前往会堪 并希望相关单位能进出将护栏断裂等现象进行改善 这次经过我们高龄的人籍姓彬姓彬 后来这个所对面的护案断裂 这次由宏达多多管理的人员来给我们会堪 希望我们有有关单位来给我们征修 县议员由宏达表示 1391县的纽泽西护栏 当初试作时做得相当完善 但可能因大雨重刷后 护栏发生裂缝等现象 在经过澄清后 也立即邀请相关单位前往会堪 并希望相关单位将护栏裂缝等现象进行维修改善 保障民众行车安全 那1391县这个纽泽西护栏 见证是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次有可能是 经过大水冲刷 从护栏的裂缝冲开了 为了预防日后不禁锅 再来造成灾害 今天特别来做改善 从这些有裂缝的所在 或是说有别旗的 有延期的纽泽西护栏 来做监顾 让我们这些行车和道路可以更加安全 对于玉39以线 纽泽西护栏的问题 县议员尤鸿达在会看过后 也表示 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改善 尽速将护栏裂缝的部分 维修完成 避免发生意外 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记者邹文俊 明天采访报道